我现在在丽江的拉什海 一会儿要去石谷 见一个老朋友 这四五年 虽然说我们没有见过 但是在网络上面 已经积累了比较深的情感 然后这趟我来的丽江 他们在这里面做一个农场 一定要让我过来参观一下 幸会 郝老师 您是 我们是从大里过来 你们不是一起的吗 不是不是 我们想看颜的地方最好 哦 我们也是看颜 我也有 我们可以进去吗 请进去 请进去 缘分真奇妙啊 我跟郝老师其实还没见过面呢 认识很多很多年了 太奇妙了这种感觉 这就像世外桃源一样 这是一个大的蹦床吗 天呐 太美了 可爱可爱可爱 我就喜欢帮年狗 乖乖乖 叫什么名字 乌满 乌满 这是真的 真的蜘蛛网 还有假的蜘蛛网 真的 那不在那吗 他 啊 这里就是郝老师的营地 居然还有小溪 后面还有瀑布 乌满 游泳 来 我简直爱死这个地方了 要弄在这里面养老就好了 我们的鹅 鹅 鹅那是 他晚上就看着鸡呢 他晚上还能看鸡 这两片都是老菜园 现在有胡萝卜 鸡脚菜啊 虫焖啊 还有松心菜啊 涮火锅了 这边是自己家人住这边 天呐 这不是我梦想的工具间吗 我这种墙的质感我也喜欢 这就适合当工具间 这是一个早些年的柴房 现在当做一个会客厅 这两道巨石中间有一道缝 就是一条通道 真的很佩服最早第一个在这里选址的人 真的太会选了 这里是我很喜欢的 满式冰箱贴 我的冰箱就是这样 这些是叶子和郝老师他们扎染的布料 纯手工的啊 应该是马布的 然后这是郝老师他喜欢收藏的石头 还有这些核桃 这应该不是吃的 应该是为了炸油的 来看看我们今天晚上吃的烤肉 这是配菜 好吃好吃 哇 料也好吃 谢谢 这是我的栗章吃过最好吃的饭 你想吃吗 用的菜啊 不能给你 嗯 好吧 其实我们到底能用词汇化一点的语言 去形容一下这是什么吗 它在学科上面算是一种设计方法 更多的也有精神上的东西 它其实就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吧 就是说你愿意去付出你的一部分 去照顾你的土地 哇这太浪漫了 对 然后就是照顾地球的生态 在照顾自然和地球的同时 去索取你的生活物质 就是它的出发点就是变了 我们那边它就引导你去观察自然是怎么做的 向大自然去建立交互建立联系对吧 对 这也是我特别想要的一种生活方式 其实我为什么要做账号 也是为了说 我能通过我们的身体力行 去影响下一代优秀的年轻人 最起码地唤起他们对于荒野的认知 对于大自然的认知 让他们知道他们保护的 不光要是自己 更多的是大自然 更多的是这个世界 当我到了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之后 我觉得我现在这一刻特别想哭 就是在城市生活久了 很久没有人再去唤起我那样心底的意识了 我们刚刚吃饭的时候吃的是这里采的树叶 然后这边的花 这个花是可以吃的 这个地方车进不来 只有一个三根木头搭的小桥可以进来 然后呢周围是河 这个地方叫围岛 真的就像小岛一样 它也不希望有太多的人进来 然后这个地方能达到一个生态的平衡 不用去进城进货 恰恰就是因为这个地方车进不来 没有人过来去污染他们 去破坏他们 所以才保留了一个非常好的生态环境 通往这个地方 唯一的必经之路就是一个小桥 只有三根木头 所有的装备都要从这里进 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停车场 只能停两辆车 就是这里 所以这个地方不会被打扰 就是那里 其实我不想回北京了 我想和这个叶子姐姐一起去学习浦门 虽然我现在都不知道浦门 它具体的词汇化的含义 它的简介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它可以直击我的内心 在这边 那么久不见 就是我们在这边 我们在这边 这边